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食餐厅 义式书食餐厅 你看一下 这个是它里面的布置 然后呢 我已经请这个老板坐在这儿了 可不可以 不好意思 很冒昧 趁着今天刚刚开张 不是刚刚开张 刚刚开始营业 可以请你帮我们说明一下 你为什么想到要开这个素食餐厅吗 没有 因为我自己本身吃素大概也是说吃了二十几年 所以开餐厅的话可能不做过温暖吧 那我想说做素的 做素的精神 其实做素是比较困难 因为做素的 你要能够素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但是健康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好吃 这个东西最广不出去 所以我们讲说能够结合一些地中海的 这种他们饮食的习惯 然后把这个素食能够做得比较静致一点 然后比较天然一点 所以我们都是用希腊的橄榄油 跟西班牙的橄榄油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素食 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了解你这个橄榄油也是非常经过你的精挑细选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的橄榄油 像我们的橄榄油大部分都是 都是冷压出炸的 冷压出炸是第一道是比较好的橄榄油 那一般这种橄榄油它只炒的过程 已经不能超过180度 就不会破坏到它的油味 所以我们现在的沙拉面 我们全部都是用我们的压出炸的橄榄油来制作的 这个都是以希腊的为主 那这样的话 我看到你这有好多种 那你都是有在用在我们的餐点上面吗 对对对 像我们这个希腊这两罐 它是一个是早收的 一个是成熟期的橄榄油 这两种就是用在沙拉上面 那这个西班牙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在我们的炒面上面 所以你除了这些产品是用在我们的餐点上面 你也有平常有在直接卖这个橄榄油吗 对对对对 我没有提供橄榄油 是 我看到这边有价目表 所以也是可以 我们的价格大概是在市场上一下 但是比较更便宜 我们的标价大概是不便宜 谢谢 那有多少的顾客他们吃完了会买呢 你的观察 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客人他们 会买的 但他们其实他们都已经买过橄榄油 他们对橄榄油一定的了解 所以才会来买橄榄油 因为这几年死案问题 所以造成油品的这个 就是问题层出不穷 所以现在 买这个橄榄油 其实要买原装的 不要买台湾粉装 大概是这样 嗯嗯嗯嗯 我知道你这个餐厅 没有开很久嘛 对对对 那什么时候开呢 大概一月一月十号 哦 十号 那那我这是第三次来了嘛 对对 那上次我是 第一次是我朋友介绍 所以我们就进来 第二次是 那时候我是带了 那个满野新竹的律师 因爲我被告 我被那个王洪威议员告 然后去做笔录 然后他们陪我去做笔录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晚了 所以我带他们 请他们过来吃个饭 那我的朋友说 你这家餐厅非常的好 他平常都没有再造 我另外一位男性的朋友 反合的斗士高先生 他平常没有再造的 他就你的菜上来 他特地拿出 要打卡一下 所以我相信你的 这个菜非常的受欢迎 听说你要开分店吗 对我们大概9月底 我们民水屋的店会 是开分店 是是是 你听说你要那个中央厨房 我们民水屋那边 会有中央厨房 到处我们可能会自己 研发一些法式甜点 参考的法式甜点 我们希望说什么都自己做 或者会讲到 好的好的 非常谢谢你介绍我的访问 谢谢